9点放轻松 欢迎收听中广熊网假日前夕为大家带来的9点放轻松 我是主播张伯仲 我们连续介绍过台铁不同年代当中各式不同动力车种之后 这个星期要和大家探讨都会中的路面电车和轻轨系统 先为您介绍在此作证回答一南杂政的知名铁套文化专家郑明章 一同来分享本周的主题 明章你好 不动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了我坦诚啊 今天主题呢有点假公济私 因为呢刚过完的端午廉价午 我跑了一趟南部啊 还特地到以前去过的高雄港站 或者有人称为旧打狗翼故事馆 这里呢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新的地名叫做高雄轻轨哈马兴站啊 我是专程跑去搭高雄轻轨 结果一趟下来啊 整个印象完全改观 开始觉得像那样的海港城市 怎么能不拥有这条兼具观光和输运功能的路线呢 既然我们连续好几集啊 都是用不同的动力系统来探讨台铁的不同车种 那么这一集呢 当然也先从动力开始啊 来窥散这条台湾可以说最早落成的轻轨路线了 这么开场呢 当然有我的道理啊 因为高雄轻轨理应采取电力驱动 不过我发现呢 它既不像台铁电电车 或是日本京都札幌那种路面电车 那么车厢顶端升起急电工 从上方架设好的高压电缆呢 获得电力 同时也不像台北捷运在铁轨一侧铺设第三条专门负责供电的轨道啊 那高雄轻轨到底是靠什么方式来传输开动时所需的电力 首先我想这个问题要来请教明章 这个伯仲你的观察也非常的细密 因为确实你有注意到这条捷运 它在行驶的时候你往台头看 它并没有电车线 可是它的电力来源是怎么来的 好奇怪哦 它当初引进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好奇 后来我去参观了他们在前阵的机场的时候 我就进了观察 我理解到其实他们是引用了一种叫做快速充电的这种蓄电系统 它用一种叫做超级电容的基础的电池的设备 对然后它可以在每一个停车站的时候呢 快速的充电 然后你刚刚讲的急电工啊 其实高雄捷运的这一款车子 它也有一个急电工 不过它小小的 它在开车的时候你是看不到 其实在停车的时候呢 它会在 应该是在第三车的位置呢 停车的时候呢 在车站的时候它就升起来去接触充电 它的充电时间只要20秒就OK了 这么快对很快20秒就可以充饱电 然后让这一列车有足够的动力时间行驶到下一个车站 然后到了下一个车站的时候 在升起急电工充电周而复时 甚至于这个列车在 譬如说你碰到在刹车的时候 它的那个可以把动能回收成电能 再进入到它的一个蓄电的设备 也就是说它可以重复利用这些电力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种供电设备 它也是一种电车 然后只是它的供电装置 跟我们传统所认识的铁路电车 长得不太一样 是所以听起来真的是既神奇又环保啊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啊 它还能够把一些多余的动力可以传输回 变成原来的自动的电力 现在的电车系统常常有这种 可以回收刹车动能的这样的系统 只是这个轻轨电车呢 又多了一种快速充电的功能 蛮神奇的 真的如果依照这套西班牙CAF系统 它的运作方式啊 顶端和轨道上的少那些阻碍视野 也不利于一般汽车横向穿越的架空线 或是供电轨 不但整个全景更加开阔 也不至于产生路过民众或车辆 去误触高压缆线的危险啊 既然有那么多优点 我想请问 为什么其他的运输系统 他们不全面采用这种系统 难道这种动力模式 也存在它的缺点吗 目前它这套系统的缺点 也许就是在占据之间 不能拉得太长 是 那另外这种快速充电的方式呢 最早也是由西班牙这个公司 所取得的专利 当你别家要使用的时候 可能就要去 成本你就要比较高 因为你要去买它的专利 那所以现在你在国内看到的 北部的淡海轻轨 它还是用比较传统的 所谓的这种电车线 提电工一路这样拉过去的 这样的方式 那其实将来可能有一种趋势 真的就是在都市之内的这种交通 特别是这种电链车 或者是轻轨电车 为了要让都市的景观 感觉到的整齐 或者是说把那些固满在车顶上 电车线给把它收掉 所以有些专家们正在研究 除了这种超级电容之外 其实也已经在陆续实验的 所谓的这种 混合动力式的这样的列车 那这样的一种动力改良的设备呢 事实上在一些铁道先进国家 都一直在经济当中 是高雄轻轨最初设计成一条 环状的路线 不过目前只完成第一段 也就是从哈马兴到凯旋路 和瑞蓉路口附近的 这个离仔内站 特别是滨海的这一段 好像有不少都是一循 昔日的临港线的路径来铺设 其实我们搭过临港线的人都知道 整个路还紧致 原本就非常可观 像是这个港部旅运中心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乐中心 以及博尔特区这些正在兴建 或者已经完成的地标性建物 更使得这条可以说 串起每个景点的轻轨 显得格外重要 我不知道 明章你怎么去评估它的效能 那么过去经常 很多外界会用来攻击 高雄轻轨的理由 像什么雨民争道 车速过慢 运能偏低 您觉得这些理由或是借口 还沿着成礼吗 先讲到它用以前 沿着临港线的路基来铺设 这件事也太好了 因为我认为它是一种 有点在减少当初的建设成本 就是因为你可能会涉及到 路廊取得的问题 对 那你沿用以前台铁的 临港线的路廊 它这方面的建设成本 就会降低 那我是觉得这一段 只要是搭过 特别是在滨海这一段 你会经过很多 以前临港线的回忆 像你去做那个 珍爱码头跟光荣码头之间的 那个铁桥 爱河的那个铁桥 它就是以前那个台铁 临港线的那个铁桥 那所以只要曾经在那边 搭过船的 我讲搭过船就是说 你可能我们的溢南到外岛去服役 你看那个光荣码头 以前一定是在那边 等那个运输舰到金门去 我觉得你都会有点印象 可是以前那样的一种 港湾设施 现在把它转成这种油气休闲 然后透过这种轻轨的系统 把它串起 它便利的交通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减少 私家车辆的载具 或者是在构建一个 属于城市某一个区域 有的特殊的运输的系统呢 我觉得高雄的这个尝试 算是很先进 那因为它比较先进 或者是过去我们国人 比较没有体验的机会 那当然一方面也有一部分人 会对这样的运能 或者这样的系统产生疑虑 那我是觉得经过这几年的实验 跟一些大家的使用 我觉得渐渐的可以 从各种不同的批评的声浪当中 来开始回到专业 我们看看这样的运输系统 到底能不能给我们带来 那个区域好的旅游的品质 或者是未来构建 它去跟重音量系统 或者是公共汽车系统的 运具载具的整合 我觉得还是可以 再观察跟期待的 其实过去我们在 面对相关新闻的时候 也跟着批评 其实不是很理性的一些内容 那么直到自己亲自 去走了一趟之后 我坦白说 我完全改观了 所以往后也许 很多人可能还没有 亲身尝试过之前 先不要妄下定语 你能够到现场 亲自搭乘一次 或许你会改观 或许我们也想 替台湾轻轨 来正确定位一下 我们应该来看看 所谓路面电车 它出现的背景 和担负起的功能 如果经常出国旅游的朋友 一定会发现 不管是在欧陆 在日本 甚至在香港 都会存在这类运据的悠久历史 其中许多城市 甚至发展到后来 会成为人口 稠密交通繁忙的大度汇区 也还是会保留下 路面电车 或轻轨的运行空间 所以我想请他明章 你觉得他为什么始终都不会被淘汰 其实他差点被淘汰 因为刚好随着很多科技的发展 然后又在思考 如何解决旧城区 或者是如何串联 这种交通节点之间的 运输载具的问题 我刚刚有提到 随着很多科技的这种进步 我们过去可能 你必须要用很多电车线 那现在可以不用 你就用这种超级电容来取代 那这种原本的建构 在老市区的这种街车 我们香港叫叮当车 或者在日本有叫路面电车 这样的载区 他又随着这种科技的发展 把他的效能给提高 安全性也提高 所以近年他们开始在发展 这种运聚之间的整合趋势 所以这种古老的都市电车 又找到他的新的发展的空间 我觉得因为这样的契机 所以让他们又继续留得下来 不管是早期的这种路面电车 他也开始正在进行的转换当中 所以基本上 现在在发展路面电车 或是保留下路面电车 其实已经包括了一些 怀骨的滋味在里面了 没有错 可能你会在同一条路面电车 看到有比较传统型的 那种比较旧型的电车 可是它也会同时引进 类似像高雄捷运那种 低底盘的这种电车 是 这样的话就可以消除了 那种月台的高度 或者是电力那种 无障碍空间的转程 那这样的系统在一些过去已经既定有的这种路面电车的这种城市呢 是陆陆续续在开始进行替换跟这样的运据的改善当中 所以它就一直被进化 而被保留下来 是 明章提到这一点 我特别要借这个机会来提一下 我想你我都走过一个地方 这个是日本被海盗的札幌 札幌 札幌它是个环形的这个市区电车 那么它当中就有刚刚明章提到的 它既有最古老 就是根本没有空调 需要开窗子这样的路面电车 它也有最新型的 非常流线型 里面空调十足 那窗户完全密闭的整个造型的路面电车 所以明章刚刚提的 可以说完全可以印证出来 那么不过最后我当然还想来一题大灾问 你让您觉得轻轨 那么未来在台湾还有多少发挥的空间 或者如果我这样问 什么样的主客观条件 会是轻轨最适合发挥的环境呢 我现在要回溯 其实我们国内的铁道车辆工业的科技 其实早在2001年的时候 我们的中科院就已经在自行制造轻轨电车 是 可能这个比较少听 多数都没有听过 对 它那时候中科院曾经开发了 我们国产自己制造的科砖一号 用科砖二号的轻轨电车 当初的想法就是想要利用台铁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高雄这种临港线的电车 临港线轨道的轨距 或者是北部的深澳线这样的这种 被废止的这种地方自信的铁路的路线 来行驶1067轨距的这种路面电车 或者是所谓的轻轨 可是因为它还是需要有一些比较大的市场 或者它制造上面还是受建于一些外国的技术 最后可能我们的国产的这种轻轨电车 还是不敌这种已经在国外有成熟的开发制品 我觉得目前在台湾最重要的轻轨发展的瓶颈 还是在它有一些路段会跟汽车产生的路权上面的这种干扰 那个在进行路权的路段 就是未来在二阶段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担心 然后现在在即便已经开通的高雄捷运 也有一些小小的跟车辆 曾经有一些少数的差状的这样的一种交通事故 我觉得还是要建立在路权使用的尊重 那么目前的高雄捷运这种轻轨电车 是使用V型路权 也就是说电车有优先的通行权 然后有一部分跟旁边道路隔离一部分共用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要渐渐的建立民众 去习惯轻轨电车在你的身旁 在你的住家附近 然后平面的方式这样通过 那么因为这个电车其实还有蛮多优点 因为它行驶很安静 也不会有电车性的干扰 视觉的干扰 然后又可以跑到比较内路 就是说它远离传统的重运量交通 系统的节点 让你可以在的比较深入社区一点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未来在调整路线 或者是在跟重运量捷运之间 做的运据整合 这个部分在台湾 可以从高雄捷运那边 找到一些未来发展的思考的方向 跟解套的方法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淡海轻轨 将来也有一些地方的城市 也有对这样轻轨有兴趣 我觉得可以从高雄轻轨的这样的一种案例 可以导出适合我们台湾的这种轻轨发展的一种模式 跟未来的发展 好 听众朋友 您正收听的是中国新闻网 为您推出的九点方轻松 今天铁道文化专家郑明章 带领大家一同感受都会中的轻轨系统 感谢明章为我们带来这段更轻松的旅程 谢谢您 谢谢 谢谢